開設書生看這個 外判這個 交代法律理據 外判大律師 拍張照片 好,右邊 要講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全名不只講港大 天下為功 左邊補一次 中間補一次 OK,謝謝 我先排一下次序給我一分鐘 先排一下 偏頗行先 是否偏頗行先 第一條是偏頗行先 第二條是過去律政司 先排一下 先排一下次序 先排一下 偏頗行先 第三條是這個 最後是這個 好 好 好 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我和林卓廷 昨天下為功 作為天下為功的成員 要公佈一個 我們最新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做的一個調查 就是針對著 律政司司長 在早前 在上個月 12月12日 公佈的一項 不檢控梁振英和周浩鼎的決定 對於他的看法 以及這個決定的看法 我其實民主黨之前 都做過一個語音民調 如果大家記得 我花小 嘗試講兩講 就是上一次我們出現的結果 其實是一個 我們從未見過的 梯形狀態 就是說 抱持著極端不滿意的市民的意見 是壓倒性這麼多的 就和一般民調 就是 呈現一種濫形 就是兩頭極端應該比較少些 朝向中間應該比較多些的狀態 就有些不同 所以我們上次理解 就是 他這個決定 是令市民感到非常極端的憤怒 當然 我們做完那個之後 就覺得都有需要 持續去監察這件事 並且 免得 後來 你也知道 就是華都出來講過 一些這樣的民意 都有機會是有偏頗的 我們特意 釋除了他的疑慮 找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就做了一個民調 就著他 放生糧振英這個舉動 在法律理據說得不清晰 以至是 交代出來的規矩 也都在前面的狀況之下 會不會有些影響呢 我們主要問了四條問題 我逐條講解的結果 第一條呢 我們就問 就說 有意見認為 律政司今次自行決定 不檢控梁振英 是因為他是國家領導人之一 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又是前行政長官 所以認為律政司是偏頗 我們就問 你有多贊成 或者反對這個說法 說律政司偏頗 好贊成的一萬 好贊 好贊 律政司偏頓 這個是 等一下 它的數字打錯了 哪裡 20 不要用這個 20 20 用這個 40 20 這個我剛才發現 它的數字有點不準確 處理一下 我先口頭報告 好嗎 我們見到結果 很贊成是百分之六十 贊成是百分之六十 當中很贊成是百分之四十 覺得幾贊成是百分之二十 即是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覺得 政務司司長是偏頗的 今次的決定 至於覺得一半半就有百分之五 幾不同意它是偏頗呢 和很不同意它是偏頗呢 加上百分之二十六 分別是十三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壓倒性的數據 顯示其實律政司是偏頗的 我一次過讀完四項調查結果 林卓廷和我會有些評論 到時我們再回答問題 好 第二個就是 過去律政司就牽涉高官的案件 作出檢控決定時 會詳細公開交代 調查結果和法律的分析 你認為律政司 今次處理梁振英UGL案件事 有幾應該或者不應該 交代詳細的調查結果和法律理據 認為好應該有百分之六十八 這個是非常壓倒性的結果 另外覺得幾應該呢 就是百分之十七 覺得一半半就是百分之一 幾不應該或者不是幾應該就是百分之五 很不應該和完全不應該就是百分之四 不知道覺得很難說就是百分之四 結果是百分之八十五的市民 覺得應該或者很應該 要交代這個法律理據 這也是壓倒性 很反映到市民 對於香港人 這個很驕傲的地方 就是對於法治精神的堅持 即是你無論你同意還是不同意都好 大家都覺得法律理據 是要清晰交代的 第三條就是過去幾次涉及高官的案件 包括梁錦松案 曾蔭權案 湯顯明案等等 律政司都有外聘大律師提供獨立的法律意見 你認為律政司今次處理梁振英 UGL案件有幾應該或者不應該外聘大律師決定是否檢控呢 這個結果就是覺得很應該是百分之五十七 覺得幾應該的有百分之十七 接著一半半就是百分之三 幾不應該不是幾應該就是百分之七 認為很不應該是完全不應該的就是百分之八 表示不知道很難說就是百分之九 這個也是很鮮明的市民意見 覺得其實聘請獨立大律師的意見似乎是很需要 也很應該的 好 最後一項題目 我們問了四條 最後一條就是律政司今次決定不檢控梁振英 有否影響你對香港法治的信心呢 這樣出來的結果呢 認為有影響的有百分之十九 幾負面的 幾負面的 有影響而幾負面的 即是嚴重程度高一點的 就百分之十九 認為影響很負面的就有百分之三十五 這個是程度更高的 另外認為完全沒有影響就是三十七 但不知很難說是百分之三 有影響但是很正面的就是百分之二 有影響覺得很正面的就是百分之一 認爲這次事件是有影響 並且帶來負面影響的就是百分之五十四 百分之五十四 都是過了半的 這個就是我們調查的數字 就是對於法治的打擊的信心有多大 另外我再補這個 稍後我們再處理那個 那就先交給一林卓廷 評論一下這個調查結果 就跟進了我們上次做的語音調查之後 有這個結果怎麼看 我最後再補充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剛才也聽到 鄭若驊師長在議事廳的回應 和出來和記者的答問 他就多次強調自己去處理這個不檢控的決定 是沒有任何的偏頗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第一 梁振英是現任的國家級領導人 他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個地方政府的律政司司長 是一個地方官員 去處理一個國家級領導人的刑事案件 是不是 由他自己去親自處理 不需要問其他人意見 就是 不會給人一種感覺 是覺得是偏頗呢 他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說我處理這個案子沒有偏頗 不等於公眾認為他沒有偏頗的 我們民主黨自己做的民調 是很清楚顯示 絕大部分人認為他是偏頗 今次我們委託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做的民調 是有六成人認為他是偏頗 或者是六成人 是很贊成 或者是贊成 認為他是偏頗的 而 我們還有一點 是很重要的 就是 我們有 擺過很多不同的個案出來 問他們 問他們 梁錦松案 曾蔭權案 湯顯明案 都找獨立法律意見 你認為 是不是都要找獨立法律意見 以 今次梁振英案來計 絕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看法 而 我們也問到 你認不認為 梁振英是因為他是國家的領導人 全國政協副主席也是前特首 所以認為政司偏頗 很多人是贊成這個觀點 而我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看回他外判大律師的檢控政策 是說得很清楚的 就是 認為案件適宜尋求 獨立外奸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 以免可能與人有偏坦的觀感 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 剛才鄭若驊就只是一句說話 他說這個不適用 在議事廳答議員問題 為什麼不適用呢 他沒有解釋 現在 他處理梁振英案 那種手法 給我們一個 偏坦的觀感 還有 被人覺得他是用一把神仙尺 去量度 梁振英案 我們桌面上 這麼多個以前的案 梁錦松、湯顯明 許氏仁、曾蔭權、林粉強 都有 外判大律師拿意見 為什麼獨獨是 梁振英沒有呢 他剛才說 近這三年 只有一宗有外判大律師 那為什麼他不是 產和產 給蘋果和蘋果比較 找高官案 去比較 你找這兩三年 做個例子 沒意思的 這三年剛好 沒有那麼多特首 沒有那麼多高官 被人告 牽涉刑事案 但是早幾年很多嘛 為什麼你不找那時候那些呢 你現在呢 用一把神仙尺 去量度梁振英案 去不找外判大律師 就是立下一個極之壞的先例 是破壞法治咯 我們認為他是香港法治的罪人 他根本是不升任 做律政司司長 也沒有這樣的公信力 其實應該要盡快撤緩他 還有我們也擔心呢 今次 公眾對法治觀感的 損害呢 其實是不可逆轉 還有難以彌補的 因為公眾就會覺得 獨獨系啊 梁振英這件案 把尺 跟其他 那麼多高官把尺 是不同的 為什麼人家又要避免 利益衝突或者 偏袒的觀感 去找外判大律師去處理 是獨獨 鄭若驊這個司長 自己一手包攬 去決定不告梁振英呢 香港法治 是我們的金七招牌來的 你這樣去 破壞我們的法治傳統 和市民對法治的信心呢 鄭若驊作為資深大律師呢 其實是 法治的罪人 我們接下來 也會繼續 我們天下圍攻的 工作 跟進梁振英案 我們的法律團隊也積極 在準備 司法覆核的申請 和 是在研究私人檢控的可能性 OK OK 我補充一點點 第一 不好意思 剛才有些文字錯誤 我現在送了事給大家 這是第一條 是否覺得它一連串的做法 是否偏頗 就是我那條 就是第一條 結果就是這裡 補贊成就是百分之四十 幾贊成百分之十 加上六成 六十 一半半就是五個 幾反對就是十三 好反對也是十三 不知道很難說就是八 結果就是 認為它是偏頗佔了百分之六十的市民 我補充幾點 林卓廷講的那裏 今天其實大家都知道 鄭月華來了立法會 去答問 第一個觀感就是 我覺得建制派和他 都是天衣無縫地 配合到 做了一場完美的拉布 司長是 重重覆覆 反反覆覆 都是講回檢控政策 真的重覆的 他在同一個答案裡面 是引述幾次都有這樣的情況 這樣就消耗了一些時間 但當然 他有這樣的表現 我們都不怪他 都不是重點 到底你說些什麼出來 今天他的表現 告訴我們 他是不斷地前見規則 給人一種 用大話 蓋大話 不斷是 好像江長林卓廷那樣說 伸縮赤 搬龍門的感覺 第一 如果他的說法是成立的話 就是說 他最新的說法 只是需要在律政司裡面的同事 受到有關的調查的時候 才需要去聘請到大律師的意見的話 其實他等於 否定了 歷任律政司的判斷的工作 和有關刑事檢控的規則 我們面前這一堆個案 大家也看到 剛剛昨天才出獄的曾蔭權 如果用他這個標準 其實曾蔭權案 是不是真的好像現在最終的判決那樣 做一個結果呢 其實都很誠疑問 也都好像是用了兩套不同的標準 如果曾蔭權 根據《基本法》 《47條》的說法呢 就是 行政長官需要向這個大法官報告財產的話 受到有關的追究的話 我就看不到梁振英的案件 為何有一個不同的標準 另外呢 就 他 剛才林征令也說了一點 我就覺得好笑 就是 過去幾年 其實個案件都很少而已 牽涉到這些人 這樣 事實上真的是 我們回歸以來 這二十年代 就是這一大堆 大致是 他可能忘記了 每任政府 或者每個特首 任期是五年的 也都很 沒什麼可能 我們在幾年內 有多個特首被人告 所以這個 本身這個說法 是有些不太合邏輯 也都是有一點 强詞奪理的 我面前的個案 我覺得已經是不變致命 市民也 大眾也都很清晰 就是說不斷用 甚至否定自己 之前向立法會 提供過的 有關律政司 幾時會聘請 獨立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的說法 在前年十二月的一個說法 今天他已經全轉了 就算他近日的說法 也是不斷轉了 由早期 在機場回答大家 說要有一個實質的 顯性 顯性的衝突 顯性的利益衝突 顯性的偏頗 還有一個顯性的衝突 變成現在 表面上 是要有衝突 而不是根據原本的理解 是一個潛在的偏頗 和潛在的利益衝突 很明顯 他的伸縮尺 是伸得很離譜的 當然他面不紅 氣不喘地 重複這些 令人不滿意的答案 怎麼也好 所以我們是不會 因為這樣 而停下所有追究的行動 和卻步 那 待會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交代 未來的工作 請問 請問 剛才你講過 這個私人的公司 你不知可否說 多知 這方面的重要性 另外 就是 在會上回答 朱瑋定的時候 他也有提到 請求 那個 案件的法律意見 其中有一項 就是 如果有 偏頗的情況 你限受需要 去尋求 他就說 D項 C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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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項 應該D ABCD 他就說 那樣是 不適用 但沒有解釋 第一 不是鄭若驊一個 說不適用 就不適用 因為 那些字眼 我印了出來 如果 律政司認為 案件適宜 尋求獨立 外奸法大律師 提供法律意見 和服務 以 免可能 與人有偏坦的觀感 或出現衝突的問題 這個 被人覺得 可能有 偏坦觀感 這個可能 並不是說 一定要 成立了 的偏坦觀感 而我們的民調 第一份 就很清楚 六成人覺得你偏坦 那 還不是一個可能的 偏坦觀感 是什麼呢? 那不是你鄭若驊一個 說不偏坦 主觀意志 就代表了所有市民 的看法 我們這次是找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去做 你上一次 民主黨的民調 就說 這是民主黨做的 不是獨立機構 是吧 這次 是由一個 香港 大學的 民意研究計劃 是很有歷史 還有很有公信力的 學者 他們的研究團隊去做的 我們訪問了過千個市民 的 誤差率是1.6% 那麼 近六成的人 覺得你偏頗 那你自己說不偏頗 怎樣可以符合你自己律政司的守則呢? 還有事不離實,桌上那麼多個 那麼多個,除了這一位 那麼多個都找外判大律師拿意見的 全部都高官,這就是我所說的蘋果和蘋果的比較 你找這三年去說,只有一個 找外判大律師,那我們是不是 每年都要告政務司司長,告行政長官 這樣才是一個合理比較 這是荒天下之大謬的,是吧?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私人檢控那裏呢? 我覺得那個潛在的偏頗或者潛在利益衝突很鮮明 今天在議會都有同事問了一個很致命的點 他也是逃避的,就是 到底他是不是和蘋果有交往? 是不是認識? 過去有沒有委任他做公職? 他作為交知會主席的時候有什麼關聯? 不知道的大家,但是這個觀感是很強烈的 如果你要用那個檢控的原則 其實應該是被嚴言 用一個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己 正如說,現在用一個最低的標準 要求自己行事 從而呢,還要講到自己是理直氣狀 我覺得很明顯在這次問題裏 反映市民是不能夠接受的 私人檢控那裏呢 現在我們的法律團隊是在進行研究 都不是容易去處理的 因為我們並不是刑事的調查 和檢控的機構 但是我們的法律團隊是 嘗試找這一方面的專家 去給予意見 看看如果做私人檢控的可行性 風險等等的因素 我們會再做決定的 這個也不只是我們民主黨 或者天下維公計劃參與的 我們也有 我們一班民主派的朋友 和郭榮鏗議員 都是積極參與其中的 因為一提到私人檢控的 難度 責任各方面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們現在是很審慎去研究 好嗎 開看 28日 會有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我相信建制派也會群起 去護航 打拉布 我不知道到時候,梁美芬主席會不會跟他的黨友,梁君彥一樣, 就經常去維持秩序,插嘴,諸如此類。 但是呢,我們民主派的同事,一定會把緊有的時間,去問一些關鍵的問題, 要逼他回應,鄭若驊過往的解說,往往越解越糊塗越描越黑, 我就想讓公眾看到他的那種荒謬。 對於不同的 事件的定義, 由一個客觀的人接觸那個人的資訊之後, 你覺得,這亦訪問的 petition你後, 他們和公眾的觀感是脫致的 我覺得他用一個合理的人的標準去說 這個當然是 原則當然是對的 不過 鄭若驊覺得自己是一個合理的人 不代表公眾是覺得他是一個合理的人 大家看他搞僭建 縮埋一大段時候 老公和老婆是隔壁的房子 大家有通道連住 又說不知道有參與過僭建各方面 大家覺得他是不是一個合理的人 而他的做法和這麼多前任的律政司司長的做法都不同 是完全背離了律政司十幾年的做法和守則 那是不是一個合理的做法呢 如果你這些做法 是和過往很不同的 那你應該要出來和公眾交代 為什麼我現在的做法和以前不同 你有什麼很強的理據 是不跟以前的做法 大家聽這麼久聽不聽到呢 我是完全聽不到的 而我們的民調就清楚顯示 六成人 覺得你是偏頗 而覺得你是應該要外判大律師的 都是有七成三 應不應該外判大律師決定檢控 是吧 七成三覺得應該 覺得不應該是十五個百分之而已 是不是 另外有些是一半半 有些是很難說的 我們覺得 你 鄭若驊 不可以一言堂 閉門造居 我說不偏頗就不偏頗 那就不需要 去 用一個常人的 合理界線 去看這個問題 其實這次的民調 和之前幾份民調 都是反映了一個 客觀的事實 市民大眾覺得他做得不合 是一個偏頗的決定 我覺得足以達至一個 真的正常合理的條件 如果律政司 就算他說他原本是 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的判斷也好 那麼嚴重的偏頗判斷的結果 或者叫誤差的結果 就應該現在 補兵回獨立教育 讓公眾釋除這個疑慮 這個才是正常合理的人要做的事 而他今天 或者之前我們一直追問他 到今天記者去問他 他還是不敢 全面披露有關的法律理據 他依然是在此 慈窮理屈地去逃避 連解答法律理據 堂而皇之 就說過考慮是什麼 都不敢說 你如何令公眾 挽回對法治的信心呢 所以我覺得我最後的呼籲 就是這一件事 或者現在這個民調 已經告訴他 他無論他當時的判斷是基於什麼理由 他那個判斷是背離了民意 也都是令公眾失去了信心 覺得他的偏頗 現在是有補救方法的 請他立即聘回獨立大律師 給出這個意見 去決定是否檢控梁振英和周浩亭 他那個僭建案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 是專業人士 處理這麼多工程的爭議 仲裁 而這麼大的地庫的潛建 他是不知道呢 而據報導也都說 警方還在調查中 他申請按揭的時候 是不是有失實聲明 這些我們就交給警方去處理 但是公眾已經是對他沒有信心的了 這是很清楚的 第二呢 私人檢控的重要性就是 如果 可能性都很大 就是律政司 是不去推翻他的決定 就是說 都是堅持自己做決定 或者是不檢控梁振英 而之前是不找 外判大律師尋求獨立意見的話 其實 在香港的刑事檢控梁振英 UGL案 就到此為止 我們市民 是不同意 有關的決定 以及對於律政司的做法 是非常質疑 在損害整個香港的法治 我們 剩下下來的 政府不做 唯有我們民間力量去做 這個是 被迫 最後最後的考慮 我強調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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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檢控 是非常困難的 各位 我以前在廉署寫 Posecution file 交給律政司的 律政司 就用這些檢控檔案去衡量 是不是應該檢控 再看看裡面的證據 哪些去放上法庭 我也是 廉署也是有做法的 第一庭的 檢控官 是廉署的人員去做的 理論上我做過檢控官 是很不容易的 你找到一些 放得上法庭的證據 法庭接納的證據 因為它有很多法律要求的 就不是這麼簡單 我在網上下載一份文件 這份就是證據 不是這樣的 那個困難度是相當高的 如果你是民間的力量去做 不過如果政府 堅決都不做了 那我們 我們 要用盡力的方法 去嘗試 最後最後這個渠道 但是 我強調 縱使香港是這樣的決定 澳洲還沒關門的 澳洲仍然是 我們的法律團隊 仍然是 準備著有關的資料 澳洲警方 好像我們上次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他們都說這個指控是相當嚴重的 請我們再提供多些資料給他們 那裡並未完結的 英國那方面 縱使NCA說不再跟進下去 現在脫歐那裡 完了 我們也會跟英國政府 再去接割 希望可以 請他們再審視他們的決定 希望他們多一點時間去處理一個 牽涉英國的廉潔問題 就是了 OK OK 謝謝 要不要再做照片 這張是錯的 好嗎 拿回一張 拿回一張 對 對 好嗎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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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